来看到卢贝松指导电影29号在台北101大楼附近高楼取景 外墙的LED灯从29号晚上8点一直亮到了30号清晨6点 还秀出了台湾的字样 其实平常101晚上10点就熄灯了 不过这一回呢为了卢贝松破例 当然也做了成功的城市行销 台北101是主名观光景点 法国知名导演卢贝松来台取景101也却凭重选 平常每晚10点就熄灯的台北101却在30号凌晨2点半才熄灯 这续传就是为了让大导演卢贝松可以空拍 可以看到101正面打着英文字样台北 侧面也有台湾英文字样还可以延长熄灯时间 传出就是为了卢贝松取景 以台北101外墙广告费一小时一百万来计算 超过9小时的拍摄可是耗资千万 现在保密协定台北101低调不回应 不过卢贝松成功拍摄101达到城市行销 也让台北在国际舞台上除了烟火秀受到瞩目 也因为卢贝松青睐播到不少版面 成功把台湾推向世界舞台 记者王淑明李亚英台北采访报道